这是一部形式非常简单的电影 却令人愉快的异想天开 在圣丹斯独立电影节首映 凭借颠覆性的主题和真诚的态度 获得各界好评和高额票房 一名退休的中学老师 60岁左右的中年妇女 在丈夫去世两年后的一天 在高级酒店开了个房间 并在网上约到一位英俊的 这部影片仅由他们的四次会面组成 其中前三次都完全发生在这个房间内 这场卧室漫游是一个富有同情心 和启发性的温柔的故事 几乎没有落入任何俗讨 以两人的交谈为主导 探索他们的隐私世界 同时也探讨了许多偏僻的禁忌话题 它偶尔也有一些惊奇 一点震撼 以令人耳目一新的方式让我们感动 花纹衬衫 铅笔裙和低帮高跟鞋 Nancy一身中归中矩的着装 举促不安地独自坐在酒店房间里 在她的一生中 大部分时间里 生活都是一潭似水 她极少从中获得快乐 也没有勇气为自己争取到一些乐趣 她与丈夫曾经的性生活 退化成顺从的例行公式 儿子无聊 女儿自私 记忆中为数不多的冒险 也从甜蜜的舞曲 变成了刺伤她的匕首 虚度光阴的懊悔 和对自己胆怯的怨恨 在她的内心中汹涌翻腾 是这潭死水仅有的涟漪 她曾是一名中学宗教教育老师 严肃 刻薄 一丝不苟 Nancy的形象 完全符合这个传统职业的所有特征 这份工作是她的另一个囚龙 她逼迫自己接受并不想要的东西 像一匹被驯服的野马 套着缰绳和马鞍 只能在栅栏里散步 从她的面容和肢体语言都不难看出 日积月累的疲惫和失落在一个人的外表 和心里留下的印记多么深刻 最后成为一种难以克制的顽疾 她要求一切井井有条 惊喜会被预判成灾难的前兆 I can't bear the suspense 她反复这样说 像是被惊吓的孩子 她很容易失去等待和期盼所需的耐心 在会面中经常陷入喋喋不休 义务和责任在不知不觉间压垮了她 演化成一种自卑的不满 她对性的幻想和对自己身体的羞耻感 折磨着她 被教化认为可耻的事 最终成为可怕的东西 她本想粗暴地解决这个创伤 趁她还有最后的机会 对过去一切没有得到满足的欲望 进行一次性报复 她甚至有一张清单 上面写着所有她能想到的出格的事 她没能意识到快乐才是最重要的 不论是以什么形式 她需要有人告诉她 教会她 而这个对的人 在这一天 真的从天而降 无边毛线小帽 中央正装长裤 五领白色衬衫 Leo时髦 英气 嘴角总带着一丝微笑 她有梦幻般的眼神 和制造快乐的敏感基因 一点点可爱的阿尔兰口音 懂得自然随和的体态 和令人心动的词汇 尤其是当她向Nancy询问 她有什么fantasy的时候 其实Leo就是fantasy本体 从容却不放纵 感觉像个完美编程的机器人 Are you real? Nancy惊讶之余不由地发问 答案当然是不是 不要误会 她显然是个真人 但Leo Ground 只是她扮演的一个人物 编织的理想身份 我必须承认 从剧情发展的角度 我一直在等待Leo 平和的态度出现裂痕 或者有那么一刻 我也的确怀疑过 她是否真的是个AI 她既有能力安抚Nancy的不安 又轻易地抚平她的悲伤 化解尴尬 消化苦闷 仿佛她已通晓逝世 以她的年龄和外表 这似乎不太合乎情理 她像一株自带光环的向日葵 即便没了太阳 也可以精感笔直 用自身的金色 为周围带来阳光 与其他电影中 类似角色相比 她拥有一种 极为罕见的从容优雅 或者说的更绝对一点 她是我在荧幕上 从未见到过的 这不仅对Nancy 也对每个观众 散发着难以抗拒的魅力 她用幽默 典雅 时而也锋利的方式 把Nancy 从凄凉的角落里 带入真正的生活中来 她的爱 仿佛地球的磁场 与生俱来的和谐 在Leo Ground这个名字下 的确隐藏着一些 不易抹掉的东西 导演适时地将其释放出来 但恰当的尺度 仍然保留住 Leo温柔的印象 她始终散发着同情心 略显慵懒的动作中的 诱惑力使人陶醉 她是与陌路狂话的 Brad Pitt 完全不一样的类型 不一样的人 当Leo最后一次 离开那个房间后 留在原地的Nancy 已然变成了另一个人 一个与Leo 一样令人着迷的人 这部影片 具有舞台剧的结构和节奏 几乎只发生在单一场景中 完全由两位演员参与 没有任何东西 可以分散注意力 Nancy和Leo之间的互动 构成了全部内容 这是非常冒险的安排 只有在两名演员 都富有魅力 且同时他们之间 能够产生化学反应的 情况下才会成功 而这正是 这部影片的惊奇之处 她在笑声和泪水之间 轻盈地闪动 将故事牢牢地 控制在轻松的视听范围内 Stephan Renix的配乐 和房间窗户 透过的融合的自然光 浑然一体 在这样的环境中 缓和与停顿 美丽又有趣的时刻 彼此相连 每一声叹息 眼角的抽搐 身体的退缩 伸出的手 都充满了意义 观看这样一部 对性如此坦率 对其复杂性的理解 如此开放的电影 是一种解脱 我们沉浸在 Nancy和Leo的 每一段对话中 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 就像是另一部 《日落巴黎》 影片也自然地 从身体的探索 转向情感 发生在Nancy身上的事 并非只与性的压抑有关 她展示的是 社会对个性的 无情压制 Nancy被对待的方式 也是她对待 她的学生的方式 一代接一代 没有人真的相信 这是正确的做法 但又没守成规的 跟随和执行 这也是Leo散发光芒之处 她是一片死寂中的 第一声 昏暗房间里的烛光 在21世纪 20年代的今天 仍然谈论人性解放 听起来似乎有些荒唐 但这部影片 告诉我们 它是多么的必要 因为有太多 显而易见的问题 仍然持续被忽略 Nancy对性的态度 只是影片 对社会个体 普遍关怀的切入点 性也从来不只是性 影片也陶醉于 这样一个想法 伟大的性爱来自于超越单纯身体的联系 在美国五男中 用大段独白和沉重的影像 表达的观念 这部影片 都以更轻盈的方式完成 虽然这部电影 围绕性的主题 至少存在两个角度 一是对60岁左右女性的性生活 毫无掩饰的女性主义态度 另一个是社会 对待性工作者的态度 但Nancy代表的前者 是绝对核心 影片中不和谐的插曲之一 是Leo的绅士 编剧明显并无意愿彻底揭开她的所有内在层次 她的存在 所起到的作用 是为了告诉我们一个很少有人提及 但其中并不罕见的道理 我们可以从别人的快乐中获得快乐 Leo在自卑 自怜和自恋之间 寻觅到一种珍贵的平衡 她自信的生活 并把自我认同带来的这份美好 传递给每一个与她有类似境遇的人 Nancy就是其中之一 影片以最大胆 最震撼人心的场景结尾 Nancy站在镜子前 看着赤裸着身体的自己 没有了失望或羞愧 她与自己成功的和解了 这一幕与她向原来点滴过的学生道歉 坦言自己此刻的所作所为 同样重要 同样有利 当然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 这样的故事 如此地相遇和对待彼此 并不总会发生 我想 这可能就是这部影片最终意义所在 请让这样的事 更多地在我们的世界里发生吧 让我们自己成为温柔有趣的那个人 Good luck 送给每一个Leo 我们是Dr.Kupo 下次见